相机在用了一段时间之后都会进灰 特别是经常在户外更换镜头 这些极小的颗粒会粘在相机的传感器上 之后拍摄的每一张照片都会有污点 特别是会出现在天空的部分 这些污点有一些很容易就被看到了 但是有一些会隐藏在照片里很难被发现 所以今天我就来分享 在Lighton当中如何快速找到 并且去除这些污点的小技巧 大家好,我是艾迪 在这里分享我的旅行摄影技巧 以及后期的修图教程 欢迎订阅并且关注我的频道 这些污点比较容易出现在当相机 直对太阳拍摄的时候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逆光拍摄 在拍摄日落和日出的时候 都很容易遇到这样的情况 在使用光圈低于F8的时候 也会经常遇到污点 所有的日落和夜景都是使用小光圈拍摄的 还有就是长曝光 因为天空的部分内容比较单一 颜色过度比较柔和 所以污点会经常出现在天空的位置 其他的地方呢 污点可能会被建筑或者是其他的内容所覆盖 所以呢 也就不容易被看到了 对于常年拍摄城市风光的我来说呢 每一张照片我都需要去对这些污点进行处理 找到一种快捷有效的方法呢 对于我来说非常的重要 也是我的终极目标 特别是旅行的时候会拍摄大量的照片 在后期处理上百张照片的时候 一个一个的手动去除这些污点 就显得更要命了 Lightroom呢 刚好可以批量处理解决这个问题 因为呀 用同一台相机拍摄出来的照片 污点的位置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我从过去拍摄的照片当中呢 找出了三个案例 分别为逆光日落 顺光日落 以及白天拍摄的照片 这些照片呀 乍一看好像并没有什么 但是仔细看呢 就会发现有一两个污点 但是到底有多少个污点藏在里边呢 我们来看一看 打开Lightroom软件 进入到修改照片界面 选择污点去除工具 在这里面呢 可以选择仿制和修复 我选择修复 在选择去除污点工具之后呢 界面下方会出现一个选项 叫做显示污点 勾选这个显示污点之后呢 画面就会变成黑白 拖动在显示污点右侧的这个滑轨呢 就可以调整显示污点的程度 把滑轨推到最右呢 显示最大 也不是解决的办法 因为每一张照片要根据实际的情况来定 拖到最大时呢 有的时候会显示很多白点 这些呢可不是污点 是天空的颜色细节 而这些看上去是一个小白圈的 才是污点 所以用这个办法呢 不仅可以去除传感器的污点 也可以去除天空中那些不想保留的内容 比如小鸟啊 或者是天空的飞机 一个一个点掉就可以了 出现在物体上的这些污点呢 其实是可以完全忽略不计的 不用去管它 下面呢我们就把它调节到一个合适的位置 然后去除污点 画笔的大小呢 最好不要比污点大太多了 以防触碰到周围其他的元素 特别是呢 修复的位置不是单一颜色的时候 比如它比较接近建筑 或者是其他的内容 语画呢也不要选择太大 在有云的照片当中呢 需要小心语画的竖直 如果修复出来的内容不是很理想 多半呢都是语画的问题 通常呢我就使用10到35之间来修复 但具体的语画到多少呢 要取决于修复的点 距离其他的内容之间到底有多远 距离比较近的时候呢 我建议选择低语画 距离比较远的时候呢 可以相对来讲选择语画数值比较大一点 当画笔大小变大的时候呢 语画也会随着比例跟着相对增加 这一点呢需要注意 不透明度呢一定要选择100 否则就没有办法百分百的去除了 接下来呢我们就一个一个的把这些污点去除 在去除污点的时候呢 可以随时查看修复的效果是不是理想 这些污点呢如果用肉眼来看 其实基本上是看不到的 只有点子这个显示污点之后才能看清 比如这个显示这儿一个污点 但是我去掉之后 我完全看不到这儿有任何的内容 但有人会说了这些污点完全看不到 我们为什么还要去修复呢 因为在打印啊或者是放大到一些特殊的屏幕的时候 其实还是可以看到的 只是在我们这样的电脑上面呢可能显示不出来 所以对于要求比较高的商业或者是要打印出来 作为装饰画放到墙上的时候 这些污点只需要百分百必须要去除的 像我这张白天的照片之前同样的位置 在这里还有好几个污点 但是在有建筑的时候 它们就都被覆盖住了 从这三个案例当中来看呢 很明显可以看出白天和顺光日落的这两张照片呢 它当中的污点数量相对来讲比较的少 而这张逆光日落的时候呢 污点的数量就变得非常的多了 如果外出旅行回来之后呢 拍了很多张照片 可以在完成一张照片的污点去除之后呢 点击左侧的拷贝 选择全部都不选这个按钮 然后呢只勾选污点去除这个功能 然后点击拷贝 这样呢到下一张照片 点击粘贴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呢 在不同的照片上修复的位置 如果是在建筑上 或者是在一些物体上呢 就会出现非常奇怪的修复结果 点击这些不需要的修复位置 然后按下Delete 直接把它们删掉就可以了 所以虽说是批量处理 但是在拷贝粘贴之后呢 最好也每一张都检查一下 记得几年前啊 在纽约一个特别大型的摄影展上 我看到了一幅作品 当时我一眼就看见照片当中 有一个传感器污点 这可把我给难受坏了 想想自己辛辛苦苦拍出来的照片 花了很多钱打印出来 直到挂到墙上的时候 才看见有污点 那肠子可都会清了 传感器污点呢 可以说是不可避免的 特别是啊 现在大家都在使用无反相机 传感器暴露在外的机会呢 就会变得更多了 就算是平时很注意相机的清洁与保养 定期清理传感器 相机浸灰仍然是不可避免的事情 所以有了这个小技巧呢 至少我们可以保证自己的照片 不会出现污点了 像我这样的强迫症呢 也就可以放心了 感谢收看这一期的旅行摄影小课堂 我是艾蒂 我在这儿分享旅行摄影技巧 以及后期的修处教程 下期见